停車隔不好找是很多開車族的新生 尤其台中市278萬居民 幾乎人人一部交通工具 要怎麼安置IG可是一項難題 吃東西的時候要找車位很難 可能預定的時間都過了 還找不到車位 台中的停車位真的蠻難找的 很難停 停車好麻煩這句話中央聽到了 前瞻計畫中編列停車場補助 攤開全台分配額度來看 新北市有13億 台中市10億 新竹縣4億 台北市則是2.5億 台中的停車真的是不是很方便 只要停在路邊隨時都會被拖掉 對於我來說 蓋好的再說吧 貨邊預算的地方政府必須三年後 蓋完停車場 以台中市為例 為了解決台中市200萬汽車族 這回八項提案全通過 設置點多落在交通平凡區域 像是豐原轉運中心 即立體停車場 台中大車站計畫的立體停車場 即轉運中心 還有一中商圈的地下停車場 同時這也包括了北屯 潭子 大理等外圍區域 我們最主要是先處理鐵路周邊 軌道周邊的轉程的停車場 那再利用社區需要的停車場 興建在學校的活動中心 相關的校舍的下方 台中越居第二大城人口提升 帶動停車需求增加 改善綠色交通的過渡時期 是否如何兼顧民意同時發展大眾運輸 前瞻經費就像是來了場即時雨 歡迎收看紅石城 蔡晶玲 台中報導